水瓶女看上的对象也许不是最帅的 但一定是最怪的 水瓶女的个性通常蛮活泼帅直的 外表也清新脱俗很有灵气 或穿着打扮非常有个人风格 这么独特的个性跟魅力 往往会吸引到校草等级的人物 但水瓶座完全没有放在眼里 反而有时候会被不那么受欢迎的人吸引 有遇过水瓶女拒绝183公分 帅帅的男生追求 反而喜欢上胖胖的身高也普通的对象 我没有外表歧视 但是别人可能会不太了解 你到底看上了什么 所以水瓶女梅桃花 会不会是你们的眼光太跨领域 或放错电使然呢 其实水瓶女喜欢当一个旁观者 水瓶座都喜欢了 在她眼里事情都在她的意料之中 没有什么新鲜感 就不会表露太多的情绪 会让人觉得冷漠 如果她表现得很新奇 那是因为她觉得有必要表现新奇给你看 所以常常会让人觉得有疏离感 明明好像互动蛮热络的 但是又好像隔着一层纱 看不到的防护罩 难以靠近 但她其实内心是温暖的 很需要热情的 水瓶女看待爱情非常的慎重 其实每个细节都要在内心钻牛角尖一遍 明明已经暧昧到旁人都问 你们不在一起吗 水瓶女还是会说 应该没有吧 她可能只是把我当很好的哥们吧 有人说水瓶女不给承诺 是因为逃避责任 其实这是很无辜的说法 水瓶女只是担心自己说了又做不到 怎么办 善变如她也常常临时改变主意 她也知道她一旦改变主意 就会冷漠到什么程度 所以她会尽量地观望 不要害到人就不要害到人 那水瓶座也是 第一眼很可能一见钟情 但相处后感觉不对 又会直接调冷 谈恋爱找对象一切凭感觉 什么感觉呢 水瓶女自己都说不出所以然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呢 但是有一点很确定 就是讨厌被人家烦 追求者可以主动示好 但是要拿准比例哦 有时候会不知道 触动了水瓶女的哪一条线 本来的好感也会忽然归零 哎呀好累 若水瓶女已经表达拒绝 请你就不要再穷追不舍了 比如说也不要以为什么 趁她生日送她一个生日礼物 就能让她改变心意 或者是对她更好一点 No 殊不知 你就算拿了礼物在门口 等她一整晚 她也不会帮你开门 她只会觉得你很烦 这样说起来 水瓶单身好像也挺合理哦 大家都顺来烦你的哦 来来来 追水瓶座还是有须知的 告诉你一下 其实比起物质 水瓶女受到卡片会更感动哦 虽然她们表现得好像很冷淡 其实内心可是很澎湃的 当然也可以超过卡片了 最重要的是体现了你们的内心很关心 她很可能很轻描淡写说 她喜欢什么想吃什么 你如果能够把她听进去 忽然拿出来给她 她就会很惊喜哦 觉得你有在乎她 另外 不要在意水瓶座回讯息的内容 她肯跟你聊天就是中意你 只要对你有好感 就有聊不完的话题了 记得哦 回复讯息对水瓶来做是非常累的事情 所以有时候懒得回是很正常的 不要以为这就是冷淡 前面说了一堆感觉她们就是疏离啊 霸气啊 但她们其实真正疏离的背后原因呢 就是太重感情了 一旦陷进去一段关系中 对方的一举一动都可以牵动自己 我想很多人身边都有这种很M型的水瓶吧 通常她们很M的时候 那个付出的程度是超乎你想象的 老师水瓶姐是不是很喜欢聪明的人 她们一定喜欢聪明的 然后也喜欢听话的 就是很聪明 但是有某部分又会输给自己 愿意听自己的话 然后或者是有点崇拜自己 我觉得崇拜她蛮重要的 她有一个精算系统 比如说这里很强那里很弱 总共加起来是这个分数 然后我也是这里很强那里很弱 然后总共加起来是这个分数 我们两个分数差不多 她就会比较安心 各种程度我觉得水瓶座 你也可以把它跟对公的狮子座一起合餐 比如说狮子座也带一点水瓶座特质 水瓶座也带一点狮子座特质 霸气之外 其实她们是非常向往感情的 虽然看起来疏离 但是她只是在等一个她认为值得投入的缘分 不要害怕 喜欢就勇敢去追 说真的因为我也是地球人 所以我也不是很了解水瓶座 来来来我现在拨电话跟她们连线中 好啦水瓶男呢通常看起来都笑笑的 什么都不太上心 所以你也搞不清楚她关心的是什么 她想要的是什么 可是有时候她们又会眉头伸索 我看起来超严肃的 对 她们关心地球暖化 她们关心除夕问题 她们关心非洲饥荒 所有人类的大爱都在她们的身上 而且她们聪明决定 她们就是属于天才跟怪博士 合一一生的存在 所以有时候要了解一个水瓶座 你真的是需要跟她体现一下 有一派水瓶座呢 它非常能够融入大众之中 所以她是很会讲场面话的哦 你如果会觉得 不要这样子嘛 讲点真心话 那你就要小心了 她的真心话 非常的真心 你未必敢听 其实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真相 水瓶男绝对不像她表面上 看起来那样的外星人 她们感情超丰沛的 看电影会哭的那一种 而且她一旦谈感情 她比谁都容易陷进去 再来你就是要能够分辨水瓶男 对异性朋友之间 到底是朋友的热情 还是再暧昧呢 怎么分辨呢 其实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明白 因为水瓶座对谁都很好 可是这个好呢 是带一点疏离的好 只有她很关心的人 她是会非常非常的唠叨 她会像老头子一样 叮咛很多事 要你注意健康 要你早睡早起 或者是爸爸妈妈的事情 搞定了没有 年节送礼搞定了没有 如果她开始跟你加长礼短这些 代表你才是她选中的人 请你记住水瓶男 它是有一点自顾自的倾向 所以当她很喜欢你的时候 她就会觉得 赶快 我们赶快来热练吧 所以如果她要用摩托车载 她就会说 来抱我的腰 她会命令你 那如果你还远远的 手插在她的口袋里而已 她就会故意踩刹车 让你贴近她 她们就是这么的一个霸道总裁的星座 而且她们骨子里非常的大男人 她一旦喜欢你 她满脑子想的就是 我们赶快在一起 所以接下来的速度就会非常的快哦 她很可能就会非常的想跟你 你住在一起 不是什么远距离两地相似哦 就是会开始很想要 跟你的关系紧密一点 因为她对你太喜欢了 太好奇了 太想多了解你了 不过呢 就是因为她们这种 有一点一头热的倾向 有时候还没有步入程序的女生 可能就会被她们的热情给吓到 水瓶座是天王星守护 天王星专门来打破规则 打破限制的 所以咯 水瓶座也是一个 最不居年龄 最不居身份的星座 因此老少恋师生恋都有可能哦 对她来说 爱不爱才是重点 跟年龄身份没有关系 正因为她有分不清楚 自己最喜欢谁的倾向 再来她又不分年龄 不分身份 所以很多水瓶在婚前 常常是女性杀手 那水瓶男喜欢的对象 会不会一样的对象 她们有一点点喜欢女强人型 当一个水瓶男如果遇到了能量比较强的 强势的另一半 她们就会变成比较弱的那一方 然后就会变成七管炎 就会变成事事顺着另一半 躲在你的背后 当幕后推手 水瓶男是OK的哦 应该这么说 她们有她们自己的世界哦 她热的时候就是她觉得 她需要出动 把你追到手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她非常的热 但是如果追到手了 她就要回到她自己的世界里啦 她就可以开始放心地做自己啦 所以她就会开始跟外界断了联系 这个外界也包括你在内哦 所以你就会觉得 她怎么又忽然冷下来了呢 那这个冷呢 当然你要判比一下啦 是她不喜欢你的冷 还是她喜欢你很安心地缩回自己世界的冷 她会暴怒是因为 她打你没办法 就是这个问题可能我们已经讨论过很多遍了 哈喽 如果你也是很自我的人 你们都不愿意让步 水瓶男就会觉得 说不听 这样有什么好说耶 然后她又很想讲啊 因为她关心你啊 所以你知道那一股能量就会变成 失去你的心情 所以你如果感受到她的暴怒 她最需要的其实 听我的 听听我说什么 然后只要你愿意表现出尊重 或者是愿意倾听 我觉得会让她的暴怒指数感下降 就是你要改变你们的相处模式 如果改变不来 快跑 嗨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 我就会在Vogue频道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呢 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尝试 或占星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